大家早晨好 昨天做视频搞太晚了 以至于没搞完 今天稍微起来还得搞 剪石头泪啊 先把被子叠起来洗脸 好 被子搞定 在这儿吧 总控打开水泵柴油加热 洗脸现在已经11点26中午了 太阳暴晒 不过在这边10点起床很正常 提走区 一切准备就绪 我再把表带上 今天我们要还要再回到那个 剪石头的地方 去翻另外两座身 先把鞋子穿起来 电线收了我们就要出发了 鞋子 今天换双徒步的鞋子 昨天穿那双鞋子 开着我洗了好久 洗成这样 你还没洗呢 我今天要去吗 今天都不行 我换双鞋子 等到去完了之后再洗 走灰的地方我应该穿 不应该穿黑色 是吧 这回来不就黑的更厉害了吗 今天要全副武装 这开牙很大 好行 我先把电线收了 米罗 现在下来 来 把眼睛下来 溜溜去 去去去溜溜 去去吧 我们先把电线拔了 前面没什么人 这个营地其实挺好的 电是免费的 要是其实有人过来 收点钱给个水吧 那就更好了 我们其实还是想要 有水有电嘛 光有电 水没办法 奉心的洗衣服洗澡什么的 还有节约用 标准的房车硬币 政府建的 然后给大家免费使用 因为你看像我们这一个车 停一晚上用电 也就四块钱 四块钱还是 他在赚钱的情况下 四块钱 其实一度电应该是 一块七毛多 整个一毫 出发 已经出发在路上 突然想起来 今天这个太阳 我们要去去检石头 会不会直接被晒爆了 要不然拿把伞吧 我看 魔鬼城我们要回来了 今天还是回到这边来 捡石头 刚才去问了一下当地人 说是魔鬼城里边 可以捡得到 很多 但是那边呢 大多数区域被铁栅栏 他们拦着了 进不去 现在可以捡到的 就是魔鬼城后山 还有那个阿里克湖那边 阿里克湖那边的马脑很多 回到了 我们的驻车位 还是这边地方 看他要怎么停 车头车头要对着那边停吗 哎对这样停可以 就不会陷了吧这样 我这样停着也稍微平点 平吗 可以吧 反正不在这睡觉 我就是来这捡石头的准备一下 航拍我们得拿着 吃的喝的 今天我们要走的远一点 要走到那个里边 但是今天太阳太晒了 我担心走不过去 对电池得多大点 昨天拍一半没电了 这个头顶的电池倒不用那么多 这个的电池拿着 然后还有 他的电池 这个的电池 好 今天还要拿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手电 然后今天要拿一个长焦的 我们今天要拿一个长焦的 这个还带个话筒 因为那边风大 我们要把他的话筒拆掉 这玩意儿是个垃圾 以后他估计也不会再用它了 我们拍的电池我们要拿着 单反拿着去拍两张照片 这个我们还要调整一下 这个我们还要调整一下 它这个 叫什么 平衡度 好 它卡好 很久没有用这个镜头了 真是怀念 这个相机因为它的这个焦距比较好 它可以拉长焦拉很长 好 那我们就再拿东西了 单反 相 Şu 每次感觉我们好像是 轻轻松松上去 但其实呢 已经 负重到 飞机我们要拿着 还有拿点吃喝的 走吧 给吧 吃得就完了 我看这带 我是不是也得带把伞 带把伞吧 一会儿后背受不了 我的伞太大了 这么长的伞 那无所谓 横插到那个背包 铁锹都不知道 你带不带是你的事 我提醒你 算了吧 太重了 我的书包已经很重了 考虑一下背不动了 准备出发完 拿了个雨伞 因为这边确实是没地方躲 万一我们找到一片好石头 想坐下来慢慢挑的话 也很慢 对 吃饭的时候也是 我先给米罗电风扇打开 车窗打开 它在里边很舒服了 走 出发 这开可以当登山照 抵着走 不行 再次成功登顶 负重前行今天是 不过好歹我今天打了伞 在新疆只要是你 不被太阳扇啊 它有风 就很舒服 一面是给我们晒中暑了 不测不测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这种山 我们要不要过那边再搜一遍 回来 回来咱们还爬这座山吗 先去附近 好吧 我们现在要去那边 看我们俩离多远 我刚刚看到 看到军歌的这边还在捡 捡得很认真 我也得继续拎着我的石头袋 打着我的伞 好 我们再出发 这满地都是 你就随便坐在一个地方上去 找就可以了 其实不用走太远 但是你要想捡特别的呢 就是低着头得一直看 我们已经走出来很远了 现在 看我这有一片阴凉地 因为我在坐在这 躲在这 看我今天捡的石头 今天捡了几块挺不错的石头 不是这块 这块 这个角度看不清 我们现在暂时不遮阳 我天 看这个对着太阳看 我天 几乎都是 透光的 有点看透光 这块不错 还有一块 是这个 这个边边上也是 有点透光 挺不错 在这刨 满地都是这样子的石头 真的是 太多了 我们看一下肉总的 呦 呦 它人呢 不见了 好吧 现在就周围就我一个人 我再躲在阴凉地里边 看这个石头 看这个石头 很多这样 这块还不错 我天 这块 暖了 掉了 这块更透明 这块 感觉 我这块好啊 这块其实就是已经达到保湿光的样子了 完全透光 但是里边有裂 但不影响它整个外形还是不错的 完全透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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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能钟 收入能钟 这个石头 很多石头 没用 好 转课 转疫